DSE中文科口試 考生表現範例 第一號考生 我要買一個電視機 我買什麼 我一定買日本的 中國都會爆炸 第一號考生表現差略 用詞不恰當 評分為一級 第二號考生 我們的國旗 升起來的時候 很靜靈 哭 真的哭 我喜歡這個國家 第二號考生 發言時感情豐富 但略嫌浮誇 評分為兩級 第三號考生 我真的要跟那班網民說 你們實在太膚淺了 對不起你罵我 你繼續罵我 我都要說你膚淺 你根本就不知道架構是怎樣 大陸現在根本的娛樂市場 是發展得非常之好 已經很強了 人家 他是不是還需要你來拆我 我給你一個機會 第三號考生 說話達意 表現真心 3級 第四號考生 不要分那麼細 這麼多中國人 不要分那麼細 這麼多中國人 不要分那麼細 這麼多中國人 第四號考生 語釣自然 用語確切 評分為四級 第五號考生 評分為五級 不解釋自己看啦 我是一個在台灣出生 17歲移居到香港的台籍港區委員 家父曾經擔任國民黨海軍副艦長 經歷1958年的金門炮戰 我在眷村長大 從小看到許許多多 從大陸流洗到台灣的老兵 卻讀不懂他們眼中的鄉愁 後來 我到香港念書 眼界開闊了 對1949年後大陸的成就 開始虛心不可 這時 正好也是李登輝陳水扁 推動法理台獨 和去中國話最為猖獗的時候 台灣迅速變質 我內心受到很大的震動 拿到博士學位以後 正好趕上香港回歸 我有幸進入香港特區政府工作 並且開始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 可以說 以我這樣一個平凡的台灣女孩 一個香港的外來客 有威風伍 親口字壓出來 親口字枕 親口字板 又到你開玩笑 演出